可是你要去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你杯子掉到包包裡面 你拿出來 這也很尷尬 那據說當時 那個也大概也很痛苦這樣 那周恩來當時眉頭一皺 想出了一個忌 心聲一忌 他就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方法 不商待 我們那一天晚上 我們因此結團 很難得來 我們晚宴再招待 又叫來吃飯 他們其實本來是想法是說 如果是晚宴招待 那他們那個人 可能包包放在房間裡面 我們就神不知鬼不覺 進房間 再摸回來 把它找回來 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晚宴的時候 那個人居然連包包都帶著走 所以你進房間找不到 結果趕快回報 之後就說沒關係 我已經想到了 把他灌醉 不是 可能又不小心 杯子又滑 他說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接下來就是看著辦 結果你知道 那個晚宴上面 突然那個燈光一滅 他就說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燈光再一亮 突然舞台上有一個人 你知道 我們現在為大家變魔術 厲害了 對不對 這時候就看這個魔術 變魔術 好看 魔術是當時拿出了一個杯子 你知道 哇 九龍杯 他再一個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的九龍杯 但是你知道 那個魔術師居然幹了一件事情 他那直接拿這個穿出來 砰 九龍杯破掉了 你30下車 你現在減一個 要35歲 說破一個要34歲 這怎麼辦 結果你知道 那個魔術師居然講說 沒有關係 在我用槍把它打碎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神秘的移轉到 安全的地點 這時候你知道 那個魔術師這麼一筆 哪一位觀眾 我已經把九龍杯變到你的包包裡面去了 厲害你知道 就在他比的那個時候旁邊 隨後 大家都招在那個觀眾的旁邊 那個觀眾是誰你知道 就是那個時捷團的成員 他也覺得他說 怎麼會這樣 大家都在看 魔術師說 杯子載你包包 我已經安全了 我摸出來 哇 你好厲害啊 魔術師 自己還要稱讚一下模式 據說就是用這個方式 把那個杯子拿 但你一定會問啊 不是 你不在講話一下 嗯 你在假 慘叫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所有人動彈不得 前胸貼後背 不停揮手護舊 投出的民眾高喊要大家 不要再推擠往後退 但卻徒勞無功 警銷試圖從巨大的人牆中 救出一個是一個 但怎麼拉也拉不出來 民眾直播拍下害人瞬間 你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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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首爾離泰院29號晚間 萬聖節狂歡夜 卻淪為人間煉獄 晚間10點多超過10萬人湧入 其中僅僅4公尺寬的巷子 引發踩踏推擠事故 馬路直接變成大型急救現場 回顧整起事件 10點15分 消防局接到第一通報案電話 短短一小時接連湧入81通 10點40分左右 有人跌倒人群堆成五六層 那消防局在43分啟動第一階段應對措施 10分鐘後就地設置緊急救護中心 緊接著11點13分以及11點50分 發佈第二以及第三階段應對措施 總計出動2000多名警銷 駐韓敏軍也出來管制交通 但由於當晚許多人便裝參加 難以辨認真正的警銷是誰 導致救援困難重重 甚至傳出有人試圖從附近夜店逃生 老闆卻見死不救拒絕開門 驚險逃出已是萬幸 一名幸存民眾排下照片 整隻右腿布滿大小瘀青 就可知道情況有多嚴重 而社會市長趕緊取消歐洲行程 趕回南韓 希望盡快釐清事故原因 事故發生當下龍山消防所長 隨即到現場作證指揮 但在向媒體報告搜救進度時 卻被發現拿著麥克風的手 其實不停在顫抖 畫面曝光外界十分心疼 就怕即使身經百戰的消防員 目睹整起事故也難以平序 而事發至今警銷也接獲上千通 離太原相關事件的失蹤報案電話 由於死傷者大多都是 十幾二十歲年輕男女 許多父母一大早就趕到緊急聯絡處 聽到孩子終於接電話 淚水再也忍不住 孩子生死未捕 家長心急如焚 但有人接到的是子女已經死亡的惡號 或是警銷總動員 也有護理師被緊急叫回醫院支援 但他卻把過程拍成影片上傳 還有時間上字幕 立刻遭到輿論圍剿 目前影片也已經刪除 無獨有偶當晚緊急時刻 有大批年輕人聚集在救護車前 高舉雙手熱舞 毫無同理心的舉動 在全南韓一片哀七之中 更加令人搖頭 好們 歡迎這一階段新交流的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財經專家邱敏寬 慧民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謝前燕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政經評論員吳嘉隆 慧民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習近平登基之後 為自己再多爭取了五年 下一個五年還不知道 但是他一登基之後 馬上就是去延安 有人說去了延安恐怕不是好兆頭 對 沒錯 那麼為什麼這次要去延安 十年前 也就是十八大剛結束 習近平恭恭敬敬的在胡錦濤的面前 對這個老大哥奉落上兵 十年後你看他是如何對待胡錦濤的 十年前 大概十八大的時候 一結束立刻奔赴深圳 去跟改革開放始祖鄧小平的同向鞠躬 十年後他帶著這六名 他自己的小弟來到什麼地方 來到延安 為什麼 穿著毛裝 然後來到延安 向毛澤東致敬 其實習近平曾經在延安 待了一段時間 好幾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說延伯他也被整肅過了 因為他爸爸的關係等等 所以他自己也不是那麼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結果他這些舉動 跟二十大的這些發言 立刻有馬上產生了一個互作用 是大家想都想不到的 什麼意思呢 逃 為什麼 各位 大批的中國富豪 立刻能夠帶著他資產逃了就逃 不能帶著資產逃 人先逃 為什麼呢 馮小剛看過吧 馮小剛功夫 電影功夫 功夫開始的時候 那一位鱷魚幫的老大 馮小剛跟他跟徐凡 已經到了美國他的豪宅去了 還有接待朋友 還被人家拍到 他跟他的朋友 豪宅的盆口畫虾腸等等 隱居在洛杉磯的豪宅 為什麼 能走的先走了 另外很有名的張艺謀 張艺謀現在帶著全家 也是移民到美國去 道理來講 馮小剛 張艺謀 都是中國很有名的 演藝圈的人物 因為他們的發跡 也跟改革開放有關係 累積了大量的財富 此時不逃 上代何時 那麼習近平都已經跟你講了 他們要全部接付的原因 全部接付 你不要相信他 為什麼呢 不是讓窮的人變有錢 而是讓有錢的人變窮 你知道嗎 有錢人變窮以後 就會產生新的一代 那麼以共幹為主的這些 所謂的剝奪有錢人資產 而因為這樣有錢的人 所以習近平帶領了 總共大家到了延安去 那麼這個革命紀念館 參觀這個偉大的中國的歷史 那麼傳承紅色的血脈 表示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 為什麼呢 習近平到了延安 講了那麼多的話 但是就告訴大家 從現在開始 要跟毛澤東時代 過得一模一樣的生活 什麼意思 那麼站在習近平的這個 等於說演裡面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指示彎弓射大雕 這首是慶元春 是什麼 發表在當時的報紙上面 署名毛澤東 但不是毛澤東做的 是他的文膽做的 那麼什麼意思 我比成吉思汗還強 你知道嗎 那他其實放在心裡面的 這個真實的意義是 在中國沒有人敢說 他比毛澤東還高嘛 對不對 習近平的意思就是 除了毛澤東之外 就我最強 以後就是我的天下 我的天下即將比毛澤東 所創立的中國夢 還有大 那麼毛澤東做不到的 我要做到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的 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麼為什麼說 那麼他這個習近平 來到重回延安 會有不祥之兆 其實就是跟毛澤東的 相關的這個 迷信有關係 因為毛澤東跟蔣介石 你不要看蔣介石 是基督教徒 事實上兩個人都非常迷信 尤其很相信 算命先的 算命先的所講的話 那麼當時算命師曾經告訴過毛澤東 毛澤東這一點也是蠻迷信的說 如果你過了黃河絕對不能回頭 他為了這句話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待在延安 後來他過了黃河以後就不回頭 那麼當時還留下一個數字 當然這個到底是不是 這個所謂的敗軍也死了 不知道 但留下一個數字成了 中共的這個軍隊番號就是8341 為什麼呢 那時候不知道 為什麼留給他一個 這個奇怪的這個數字 8341 毛澤東活到83歲死亡 那麼也是他執政的第41年 這是一個等於說 數字的這個趁雨 被他用來作為部隊的這個番號 那麼毛澤東有多麼迷信 還記不記得毛澤東不是包圍了 整個這個北京城嗎 然後副作義倒戈 這個背叛蔣介石 那後來入京的時候選 9月9號早上9點 入北京城登九五至尊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最後其實在毛澤東1975年 要死亡的時候呢 最後一個生日啊 當天的麵條全部弄碎 糊成一堆在這個鍋子裡面啊 那之前包括一些 這個中共的領導人一個一個的凋零死亡 那時候毛澤東覺得 他這個是不好的一個兆頭啊 不過站在習近平的這個 等於說立場上來看 你可以發現這個人 這個人他的個性是一個 他又想要超越毛澤東 但事實上呢 他又非常的怕死 為什麼呢 他很擔心人家暗殺他 因為他在當這個 國家的雛君的時候呢 其實曾經 這個國家副主席 其實就曾經被人家暗殺 補裝跟便衣的衛士 否則他就不敢出來 一萬人會不會太離譜 不離譜 當時蔣介石的衛士隊 都超過一萬人 太誇張了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遭到暗殺 想這樣戰戰兢兢的生活 可是你要知道啊 他選了六個人 進的政治局常委對不對 沒有一個是他的接班人 就告訴你 這五年做完了 他還要再做五年 他會一做再做 做到死為止 我覺得最可笑的是 中國居然讓這種事情發生了 好 現在大家來看的是 李強恐怕是經濟一把手 他沒有過去 中央管經濟的一個經驗 他的二把手是何立峰 何立峰又有什麼樣的 一個封功危機 可以來接劉任 劉鶴這個副總理的擔子呢 那大家也認為他未來 可能是中國的一個副總理 接劉鶴的位置 他在想說 那你以前有什麼封功危機 你有做過什麼 經濟上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 有有有 我在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我跟習近平在福建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 叫做經濟特區的建設 所以我們成為好朋友 那他跟習近平的關係 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 在福建 那時候是 習近平是那個福建省的副省長 那他是在省裡面的這個 因為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所以就變成好朋友 一九八七年 這個習近平結婚的時候 他還是少數幾個 能夠參加婚禮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關係非常好 那現在要把這樣的一個重任交給他 最主要是二零二一年 那習近平喊出了二零三零年的 所謂的這個軍戶 共同富裕的這樣的目標 一定要達成 所以現在他說 這是第三次的財產重分配 所以有錢人開始走了 但是這個重擔 可能就交給何立峰來完成 那何立峰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每一次他都有辦法完成上級 交給他的經濟目標 就是說你今天上級交給我 我明年要成長10%我就給你10% 你要20%我就給你20% 對 就是厲害 就是鐵公機這個部分他特別厲害 但是他就是拆舊樓建新橋 我跟你說 所以以前他在 就是用鋪橋造路來拚這個GDP 對 就是政府的力量進去 政府的公共設施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過去來講 在福建的時候 人家叫他何大拆 他的外號叫做何大拆 就只要他上來以後 就是一直拆了 那對老百姓來講 當然不一定是好 有人犧牲 有人成長 那我們來檢視一下 他離開天津 他在天津的時候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建設 叫做中國的麥哈頓 大型新區的建設 在天津有一個地方 叫做瑜伽堡這個地方 那瑜伽堡目前的一個人口 差不多300萬 他們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可以跳升到600萬 那最近有人到那邊去看 所謂的中國曼哈頓 結果發現五分之四的辦公室 都沒有人 結果就好不容易就找到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才30幾歲 他在那邊開了一個資訊公司 那資訊公司 你為什麼在那邊開 也沒辦法 我們再等 等看看這邊能不能繁榮起來 而且我來這邊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 因為第一年是免租金的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壓力 第一年免租金 那聽說現在朱利亞學院要在這邊開 馬雲我跟你講 馬雲前幾天也有來這邊看過 所以很多的一些資訊的產業會進來 我們現在都在這邊等 那其實他那時候 他那邊賣的並不是很貴 80平方米 差不多人民幣 差不多150萬到200萬 那就辦公室 那他的租金 一個月可以到2000塊的一個人民幣 所以理論上來講 大家現在都還在等 那不過這個等 有一些網紅就去那邊拍 那有一個網紅就是說 什麼中國曼哈頓 什麼超英感美 什麼日本的新碩狗屁 什麼沒有人 什麼空空的 這個網紅是不想活了嗎 這個網紅可能要已經來 他不是他嘲笑的何立宏 已經正關了嗎 已經離開中國大陸 才把他弄出來 那其實這是在2009年的時候 在何立宏當市委副書記的時候 他負責的這一塊 那中國最近有一個網路上的 把中國50大鬼城名字列出來 加班寫 它在裡面 好 在好幾個問號之餘 其實中國的壓力很大 因為美國對中國進行中片的制裁 而其中呢 這個中國的晶片業龍頭業者中興 滿高比例的工程師 是來自美國的 這些人才都要走了嗎 中國其實有很多的高級科技 是三分之一是外國人 美國這是一封的話 他就是你是美國人 或持有美國綠卡的 你通通都要走 那很簡單嘛 整個長江存儲 連董事長都半夜 保護阿寬寬的都跑了 所以就代表 對於美國 董事長都跑了 他美國人嘛 對 他董事長很厲害 董事長10月1號辭職 10月2號承認 10月3號他就跑 所以他是有內線的 這個董事長很厲害 然後後面我們就可以發現 因為這一把是完真的 為什麼是完真的呢 我們現在看 對於美國來說 柯林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 柯林現在就完全切割大陸 他切割那一天 做了一件事情 讓中國人完全含了心 你知道嗎 當天柯林 員工還沒走 還在收拾所謂的行李對不對 電話響都沒接 電話響完全都不接了 吃了襯頭鐵頭心 我們就是要走 所以柯林的那個動作 後面就一個接一個 然後還有誰呢 海力士 那麼目前就整個海力士來說 海力士他把重點 放在中國無錫 他也投資了600億的一個美金 可是美國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未來的18奈米的低潤 往上走 包括了人員設備原料都不准去 怎麼辦 各位怎麼辦 海力士那天做了一個 非常沉痛的一個決定說 如果真的不行 海力士會放棄中國 那放棄中國的話 就兩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情先把廠房賣掉 那機台呢 這機台很重要 因為這個機台一定要等十年 他們說會把機台搬回到韓國去 繼續做10奈米的後面的製造 那最近有幾件事情也相對重要 現在談第一個 Marvel我們台灣分成麥尾市 中國叫美滿電子 他們就陸陸續續的幫他們做了安排 做了交代之後 每個人離職N加3 N是你的年資 你一年的人你就拿四個月走 你兩年的人就拿五個月走 N加3就整個做整個離職了 但這幾年華為已經慘到要去養豬了 那因為美國打華為 你不能夠再做支持華為下去 所以他們就扶持了一些新的公司 其中有一家公司很重要叫碧任科技 這家碧任科技是美國的公司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後面是中方的 那這次美國一打下去完之後 碧任科技在做什麼 他在做AI晶片 他AI晶片用的是台積電的7奈米 結果碧任科技 那天台積電說對不起我們不公了 我們不公了 這個會影響台積電 大概1.3%到1.7%的一個營收 但是碧任科技更慘 碧任科技他們直接說 他們要裁員三分之一的人 但是碧任科技這家公司還在 那再來跟各位談一家 比碧任科技還更大的 這家叫做明略科技 明略科技在中國的整個估值 已經估值到50億人民幣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是做整個大數字的 它大數據 它有很多的data很多的數據 而且這些都是機密的一個資料 然後之前最多的時候 員工有6000人 最近一裁員 裁那個數字 我看了都嚇到 惠銘 他們從6000人 一口氣裁了83% 裁到剩1000人 然後這1000人 後面就是要把後面的 會計資料等等的 全部都繼續再做下去 簡單的說明略科技 中國扶持它 扶持了5年 到現在直接砍斷 斷了晶片 就斷了中國的雙億 斷了雙億之後 未來沒有訂單 先跟各位說 這個的影響會非常深遠 好 再來看中國的房地產 有多慘呢 現在第四大房企叫融創中國 已經在香港宣佈破產了 宣佈破產就要按照破產法 一步一步來對不對 結果居然融創裡面 有15.6億的人民幣 全部被轉走 還被抓到 加油 融創大概9000多 就接近1萬億 9000多億的負債 然後現在它的境外美元債務 已經148.1美元 已經違約了 然後它這個現象是 它去撬開那個保險櫃 我們就是說 它要換索 拿公司的章等等 反正做了一些必要的動作 然後把那個保險櫃裡面的錢 搬走了 搬走了 我把它稱為搶錢 就是搶錢出新招 可以去把共同管理的保險櫃裡面的錢 撬走這樣子 照正常推理 應該是說 實在沒辦法了 撐不住了 就叫動沒條 就是走投無路 我把這種現象稱為 窮途末路現象 通常你沒有逼到不得已的話 你不會殺雞取卵 你大概殺雞取卵的話 大概就表示實在是不行 撐不住了 所以我把它稱為窮途末路現象 這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 聽說是這個錢轉到哪裡去 轉到一些政府單位的戶頭裡面去 那邊3000萬 那邊5000萬的這樣子 就是滿足很多 武漢政府 就是很多地區政府的帳戶 被轉進去這樣子 那這個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有權力的人 背後有槍桿子的人 已經介入在努力在搶錢 想方設法在搶錢 這個表示流動性幹掉了 現在這個信用很成問題 流動性很成問題 那這裡面這原因 根本一個重要的背景的原因 經濟的背景是因為 它這裡是出現過度投資 過度投資的話 你在投資的當年 你有GDP 就好像我們為了消化預算 我們台灣有時候會把馬路在 兩年前鋪好的人行道 刮掉重新鋪 消化預算 它這個情形變成說 一種沒有經濟效益的投資 投資的當年的話 有GDP的增長 看得到一些建設 一些數字 數據出來 可是重點來了 它沒有經濟效益 它不能創造後來的營收 結果它成為財政的包袱 地方政府財政的包袱 所以搶錢搶到最後的話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台上要趕快跑 台上要跑 你的結論就是說 現在台上能跑的趕快跑 這是最重要的結論 跑不了的呢 我看很多人跑不了 對 這是最重要的結論 就是你顧不了那麼多了 你中國大陸那邊怎麼樣 你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你現在知道 它連自己的大型民營企業 什麼阿里巴巴 騰訊 滴滴出息都在下手 然後現在對一些 可能是大型的房企也在下手 所以為了搶錢 很多事情會發生 窮途末路現象 還會一再的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上海的豪宅已經疊價40%了 北京呢 北京的狀況也不是很理想 這個演過秦哥哥的這位女明星 她老公本來是好有錢 現在連她住的高級大樓也要賣掉 對 那其實我們再講到北京 北京有一個最貴的一個爛尾樓 那這個爛尾樓呢 爛尾樓還有最貴的 因為它最近才以60億 60億人民幣 百分之百的股權 轉給一個集團 這個集團叫做加造業 所以這一棟大樓 這棟爛尾樓過去的18年裡面 有四次改名字 有六個人進去 六個人到 現在這個不算了 前面五個幾乎都出事 我覺得這根本是兇宅了嘛 那當然這一棟爛尾樓的 第一任的一個苦主 就是你剛剛講的王志財 因為太太的名聲 又把他往上抬 所以他在1993年的時候 他就成立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叫做王府世紀公司 王府世紀公司 那王府世紀公司 就拿下北京一個地段 非常好的一個地點 就蓋了王府世紀大樓 那這個大樓裡面 當然有一間他們自己要住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 這是過去有秦哥哥曾經拍了一個 視頻 那這個視頻裡面就是在他們家 而他有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家可以直接看到故宮前景 這不得了了 真的在北京 只要到北京人都知道 當然就是絕佳的view 而且這當然就不便宜 這是他家 但是他自從接了這個浪尾樓以後 在去年在今年的10月 他包括他的王府世紀的 這家公司的股權要拍賣 結果那一天真的轟動北京城 比習大大出來 那個盛況不輸 那川官來參觀這個拍賣的 因為銀行出來 拍賣有4690個 我在旁邊看 剛好就4690個人在旁邊看 但是沒有人出價 所以他現在變成老賴 在中國大陸被銀行叫做老賴 就是你已經破產了 你的整個支出 你的消費 有一些高額的消費 你都不能弄 你說長安8號就是流標是不是 不是 他現在他的公司被拍賣 長安8號已經賣掉了 賣給現在新的這一家 剛剛講的這個家兆業的廣場 那講到這個長安8號 長安8號以前 現在的名字叫做建國路86號 那現在這棟大樓四渡一名 家兆業廣場 那講到這一棟大樓 其實他在2017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落成的 聽說2013年的時候 中國是無神論的 但是有一個叫做風水大師 叫做紅塵 那這個紅塵就經過那邊的時候 有人就說 大師你幫我們看一下 這棟大樓已經蓋了十幾年了 為什麼都賣不掉 然後一直在換老闆 他看了又說 這個我跟你講這棟不行 因為他前面這個華茂中心 三棟大樓像斧頭一樣 那這個斧頭的斧頭的封面 剛好就砍向這個長安8號 這一棟大樓 而且砍中了他的中軸線 這一定要死的 這不會完 說到自己死的 這家家都賣不去 都整個出事了 所以在這樣 一直出事的時候 結果最主要就是 那個王志財 就是2004年拿到這一塊地 以後就開始蓋蓋蓋蓋 結果2010年開始交屋 結果交屋以後就不順 那時候2011年就打出一個 全世界歷史上最美的壽屋小姐 請最美的壽屋小姐 而且請一個風水大師 像這個風水大師來講不一樣的 他說這棟大樓地點絕佳 為什麼 手握三把刀 腳踏七虧星 然後至尊之虎 長安8號 不得了 沒賣不行 推出案是120億人民幣 結果只有賣11 是啊 後來又有一個大師過來說 不行啦 這個是孤陽煞 毒陰不漲 毒陽不生 孤陽煞 不行 這不行 這個會洩財氣 所以急著的人 一定是要了解 那我們來解釋這一棟大樓 這一棟大樓分成藍樓跟白樓 那藍樓它是一個盾牌的形式 那盾牌的形式 它的意思是什麼 是因為要擋一些東西 但是問題是 盾牌的形式變成五行裡面 是屬金的 那北樓本身就是像樹幹一樣 滋滋上去 那樹幹就屬木 所以有一個風水師 另外一個就出來了 我不曉得 中國現在這麼多風水師 你這個自剋 這個都博大錢 對 你自己剋自己 為什麼 金剋木 你怎麼會兩棟大樓一個金一個木 自己剋自己 後來又找紅塵 紅塵這邊有沒有辦法改 可以啊 可以改 怎麼改 南北樓措置 就把它拆掉重建 這不可能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的一個南樓是盾 以後把南樓改成木 然後旁邊水 水生木 木再來 再升金 這很漂亮 結果他說這不可能 另外有人說 你還有前面 剛好有一個高架橋 這高架橋不好 什麼 改大門 所以其實現在 所有紅塵師講那些 都是廢話 不過現在新街的 這個家造星集團 過去叫做爛尾樓專家 所以很多人就還是抱著希望 去雨後望 有一個人說 還好爛尾樓專家來 看我有求嗎 有求沒求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還在看 北京最貴的爛尾樓 好 這是有的人就要問了 我們平民百姓 沒有辦法買最貴的爛尾樓 現在我們危機入市 房價跌成這樣 可不可以接呢 是不是撿到寶 對 千萬不要失去希望 因為人人可以買得起房子 這個地方就在復興 一間房子只要一萬七 一萬七 一間耶 萬七 大家家的 算算台幼差不多六萬貴 你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很小啊 什麼鳥居啊 什麼倭居 不是 十幾坪耶 十幾坪耶 而且這個根據買主 我看你講成這樣 我就不想買 我的臉有這麼不實在嗎 我已經很認真在推廣了 這個在哪裡 在遼寧復興 那根據這個買方 他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富人 他說不會不方便啊 我從湖南長沙坐一班機 轉一個大巴就到了 飛機啊 他說要從長沙坐飛機到遼寧 然後再轉一班大巴就到 也不用坐牛車坐馬車啊 沒有你們講的這麼嚴重啊 牛車馬車都來了 但是說實在的 這個而且真的你看 你拿到這個房產證 你也是很興奮嘛 對不對 而且要相親的時候 拿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我有房子啊 但是這個網友也在哭手說 那是這個一定要復興嗎 賀剛呢 賀剛在黑龍江 不是要破產了嗎 其實在講這個房子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發現 都是外地人買的多 在地人其實不太會去買 不需要買 因為房子已經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人口都流失了 大部分人都移出去了 生活機能怎麼樣不曉得 但是你如果住那個地方 為什麼他們說退休來這裡 還是去賀剛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找不到工作嘛 所以你不是退休的人來這裡幹嘛 所以當然房價就便宜 而且我跟各位講也很有的挑 到時候這個有選擇困難症的人 也不困難了對不對 很多耶 你看這個 很便宜啊 兩三萬而已 都復興的房地產 不是一瓶喔 是一戶喔 一棟喔 都很多耶 這個買到你都眼花撩亂對不對 這個幸福啊 所以到時候我就想送我太太一間 說來我送你一間房子 你嫁我久了對不對 送你一間房子 在哪裡 所以在復興我們坐個飛機 然後轉個大巴就到了 就到了 其實講 所以這種樓還是不能接 因為沒有工作機會 你也租不出去 他不用工作啊 除非你本人去那邊坐 我把他送到那他也不用工作啊 對不對 好好顧家就好 但基本上復興過去 也是亞洲第一大的這個露天煤礦 過去累積所生產的煤 高達5.3億噸 如果我們用那個60噸卡車 我們大概想像一下 去載的話 可以繞地球快四圈半 所以其實非常的驚人 可是就是這樣 曾經飛煌過 對 所以曾經風光過 但是一直挖一直挖 其實到了2001年的時候 很也是很誇張 就是大部分的煤礦都被宣判 就是資源已經枯竭 挖完了 挖完了 所以在2001年的時候 已經被國務院宣告 這是一個資源枯竭的城市 那資源枯竭的城市過了十幾年以後 像這樣子的城市在遼寧其實相當多 那為什麼我要先從復興來講 我要告訴各位說 一個風光的城市 當你的經濟大幅度衰退以後 你就會發現當他的房地產 絕對是崩盤的 這絕對是崩盤的 一間房 你說十幾平方米 十幾平 十幾平 賣到一萬幾人 你一個月的月薪拿出來買一間房 一年給你買十二間 這五花燒盤 真的是很不得了 然後可是又當不了包租公 沒人要租 對不對 其實不只 其實像這樣的現象 在賀岡也是一樣 賀岡也是 黑龍江 我們講 煤礦大成 而且當最大的國企 既然負債五百多億 你知道他們GDP最高的時候 就是那個挖礦 挖得很興盛的時候 三百 快三百億的GDP 人民幣的GDP 就像你講的 在當地的房子 你要去租房東 看到你說 不用付住金 你不用付住金 你幫我付管理費 還有一個電費 其實陳妍這樣講 不夠誇張 我跟各位說 賀岡他們是有一個人 他們就說在門口丟石頭 沿路一直丟 他們說丟到誰 看來的是男生女生 丟到後面這兩個人就放棄了 為什麼呢 他們丟了六七個小時 沒半個人走過去 沒有人走出來 沒有個人走過去 所以那邊根本沒有人 對 鬼城了啦 但是為什麼要去講這個 當然我們不只是要描述一個現象 我們要描述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省 既然過去 在2016年 他們一個新省長到任的時候 發現 我們遼寧省很厲害 你看 枯竭城市已經過了十五年以後 我們的稅收能連續三年能夠成長 這不得了 因為後來就是變成一個工業大城 後來仔細查發現 所有數據既然都是假的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大家一直在講 這個經濟的成長什麼 其實都是被要求數據編載 可以隨便填嗎 在中國南部一個叫橫蘭鎮 就一個橫蘭鎮 一個很小的鎮 我們可能都沒有聽過 然後他就發現說 當地有73家企業 他們就在做一些生活用品的 這些小公司 奇怪 為什麼他們每一家公司 所報上來的數據的IP 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你找民間企業幫你申報 好像也很合理 找一個會計師幫你申報合理 可是這個IP 既然是當政的經發局 所以就是政府編了數字上 上面國務院就派人去查了 一查發現這73家企業裡面 有四分之一已經倒了 那這數據從哪裡來的 所以他們說相騙證 對不對 相騙證 一路騙到國務院 就其實整個數據 所以這個GDP這一季3.9 你覺得 這個我不好說 應該 因為你手已經被剁掉了 對不對 不能再說 下次節目來的時候 這四個都包起來 這就比較麻煩 基本上應該是 就是你知道 每一個省的經濟成長率 都很強 但是加總起來以後 全國的經濟成長率 輸給每一個省 這是我們搞不懂的地方 就是數字專家都搞不懂的 四季之謎就對了 好 這個我們看 這已經落魄到的 一間房居然可以只賣 1.7萬人民幣 但是有一個人 這個一個人住的可大的了 2700畝 習仲勳怎麼回事 對 沒錯 那麼在這個習近平清點的 相關的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裡面 有一個人非常的特殊 叫做趙樂際 這個人為什麼特殊呢 因為為什麼他可以在習近平 那麼執掌了這麼多年的政權 一直屹立不搖 好幾個都已經垮台了 他還可以屹立不搖 其實跟他那麼做了一件事情有關係 為什麼呢 習近平他自己的爸爸習仲勳呢 事實上呢 那麼經歷過很多中共的起起落落 這也是習近平為什麼 他書讀不高的一個原因 他也曾經因為這樣被嚇放過 那麼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後來習近平掌權了以後呢 他把他的父親 這個習仲勳的相關的骨灰啊 從北京的八寶山的這個革命墓園呢 那麼從這個地方呢 要求就是落葉歸根 這時候剛剛講的這個人啊 我跟你講 大農才為什麼喜歡小農才 真的是上道 大農才喜歡小農才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農才本身是拍馬屁嘛 十年前拍胡錦濤的馬屁 你知道嗎 毕恭毕敬這樣子 像個小弟一樣 胡適大哥 等到我成了大哥跟大哥大以後 來啊 兩個隨後就把大哥給扛出去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雙子座的個性 什麼意思呢 他非常的聰明 然後呢 腦筋賺得非常快 可是他想什麼 不想讓人家知道 但是呢 他又想 他又希望 有人就是他的部下呢 能夠揣摩他的心意 然後呢 去做出讓他心裡面想做 可是又不方便 自己開口做的事情 這太貼心了 我以前的長官就有雙子座的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有這樣一個特性 但很聰明喔 他們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星座嘛 那麼習近平呢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從趙樂際什麼時候開始拍上馬屁了 習近平當上國家副領導人的時候 趙樂際這個人腦筋動得非常的快 他立刻想到要拍馬屁 為什麼呢 趙樂際在這個當時呢 他當上省委書記的時候呢 是全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 他能夠那麼年輕就當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公告派 省長都還不重要 省委書記 因為中共是以黨領政嘛 所以省委書記比較重要 這個省長不重要 你看那麼年輕就可以當上 就表示這個人能力非常的強大 然後他已經賭上了習近平的未來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到陝西當省委書記了以後呢 各位他就開始修墳 修誰的墳 習近平的爸爸 那個習仲勳的墳啊 你知道嗎 聰明啊 修多大 這麼大 各位 2700畝啊 2700畝啊 你知道嗎 我不能想像2700畝是多大 54000坪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他的墓呢 是國父孫中山的七倍 你知道墓圓 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三倍 你知道嗎 那習近平不當皇帝可惜了 不是不是 其實我剛剛說過 雙子座就是那種 你要揣摩我 但是不能讓我留下被人家攻擊的 這個等於說相關的 我又要理智又要面子 你又要修我爸爸的墳 我很高興 左青龍又白虎 然後我很高興 但問題是你不能害我被罵 所以你知道他多聰明嗎 趙樂際修這個墳 不是修習近平爸爸的墳 這個地方叫做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聽懂嗎 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 它是一個教育基地 你知道嗎 不得了 它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教育基地 所以大家來這個地方了以後呢 可以教育大家愛國心 你知道嗎 他們就喜歡弄一大堆的口號 明明就是我是政 政極天下 都來講一大堆 明時無會無就對了 那麼他 所以是強拆民宿來擴建 沒有錯 他把其他人的房子都拆了 只有他們那個 習家的那個產業都留下來 然後弄這個基地 弄這個坟 還派專人對不對 還派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人在照顧這個墳園 用維護啊 這愛國主義基地 你如果是習近平有這樣的人 你會覺得怎麼樣 天啊 這簡直就是小李子跟那個 等於說 這簡直是小李子跟慈禧太后 對不對 李連音的官不用做大 他只要知道那個老佛爺 他心裡在想什麼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把他拔著 他從2012年18大開始 就進中共中央這個政治局的委員 然後到後來2017年 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外 他還記這個等於說 自己本身還當了所謂的 中紀委的書記 中紀委是什麼 不好意思 就是東廠的廠公 專門抓別人的 你知道嗎 專門抓別人 你貪污 你看什麼 我們趙樂際先生還真厲害 馬上這邊貪污那邊貪污 抓了一大堆人 我告訴你 抓貪官抓污吏 這都不稀罕 王岐山當年也抓過很多 很多中共的一個大官 都被抓起來都落馬 連照最高法院的院長都落馬 他還有一個本事 是我們一般人 學不會的 什麼 他可以揣摩上意 因為他手腕 4000多個高官 他相關的人事調派 他可以手腕這4000多個人事調派 專門拔著習近平想要拔著的人 這一點就不容易了吧 習近平想要拔著誰 你怎麼會知道對不對 他都厲害 拔著他 而且適度的拔著各位 除此之外 剛剛不是講那個 什麼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不對 他還發行的紀念郵票跟紀念文集 當然不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 紀念郵票跟紀念文集 是習仲勳的郵票跟紀念文集 你要是習近平 你不疼這個人你疼誰 你知道嗎 所以習近平這一次 還又把他給帶到延安去 而且還往前跑 本來第六把手 現在已經變成了第三把手了 真是厲害 韋小寶出事也刺判俘如 你說是不是 但越晚人潮越滿 開車的只能猛按喇叭 因為馬路上也擠滿人 車輛根本無法動彈 台灣人在韓國慶祝萬聖節 錄下影片 是在被人群嚇壞 看看酒吧街更誇張 從巷口看過去 根本看不到鏡頭 全是人頭 嫁去韓國的Sherry 分享2018年 同樣去梨泰院 參加萬聖節活動的照片 當時人潮同樣爆滿 大家貼著走 結果這回疫情解封後 到場人數突破行高 我朋友跟我說他擠到 然後他覺得有點沒有辦法 呼吸傳不過氣來 所以我們踩到旁邊的 就是樓梯去休息 然後也有不少人就是 因為太急了 所以到那邊去休息 這回想還是感到恐懼 還好目前沒有傳出 台灣人傷亡 但好好的活動變調 也讓他們至今仍感到害怕 國際各大媒體聚焦南韓 踩踏事故 而盤點南韓過去重大致病意外 2014年發生的 世約號沉船 奪走300多條人命 而系數南韓史上 因為疏失或過錯 釀成悲劇的還有 2003年大邱地鐵站 造男子破氣油縱火 共造成190人死亡 147人受傷 而1998年位於經濟道的 華城海洋樂園 夏令營發生大火 導致23死5傷 包括1995年6月29日 當時首爾還稱為漢城 三豐百貨更在短短20秒內 解體坍塌 共計502死937傷 原本五層高的三豐百貨 發生倒塌 現場景象 猶如被轟炸過後 面目全非 而漢城時期的重大事故 還包括1994年的 聖水大條斷裂 釀成32子17傷 再往前推 1971年12月25號 同樣在當時的漢城 也就是現金首爾 大燃閣飯店發生火災 當年大燃閣飯店火災 造成164死63傷 罹難者包括台灣外交官 也是全球最致命的旅關火災 每一體待貨 莉莉在目 也讓南韓公共安全 載亮紅燈 好 剛剛講到這個村便箱 一路騙到國務院 你萬一萬沒有想到的是 十億中國九億片 還有一億在訓練 訓練什麼呢 訓練把樂通動成是假的 我高興讓他開出幾號 就開出幾號 這麼神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又不能這麼說 小心我的手指 對 我今天上節目 要很小心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重頭獎 應該是不太想讓 另一半知道 也不想讓身邊的人知道 你如果讓寬哥知道 整天黏著我 這個還得了 然後就說 你還戴面具幹嘛 你就那一天上三立 那一套衣服 你戴面具 不是大家都認得你嗎 戴面具幹什麼 但基本上 他們都會戴一個面具 上去領獎 而且確實真的 就是說有民眾 他領獎沒有讓他太太知道 連律師都提醒他 你這樣可能違法 他說怎麼知道 我是為了他們好 你看他一旦知道 以後生活會變很奢華 我小孩會驕傲 我覺得不能讓他們驕傲 但是他們就發現說 很奇怪 就是這兩個不同次得獎人 因為中獎其實已經很難了 對不對 那這兩個中獎人的體型 服裝的風格 其實相當的接近 但是根據他們工作人員說法 是不同人 但是他們這個上面的字就一樣 對不對 就好比說如果是我 那個字就你 你說不是你 不用 你說兩次的投獎得主 都長了一顆字在那邊 發財字 第一個 字的位置要在同一個地方 已經很難了 這個機率很低的 而且這兩個人又同時中獎 更可怕的事情是工作人員說 我們有調查過 他們雖然都來自於海南 都是80後 工作的內容也差不多 也有同樣買彩券的紀錄跟愛好 但是這兩個就是不同人 你要怎麼相信 所以我們就來 我們先來看 我等一下再解釋 他們怎麼誤錢 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 大家等一下要注意看 這個影片到底有沒有作假 現場直播 然後搖這個球 然後這個球會搖出來 第一顆搖出來 16對不對 你看有大螢幕 有小螢幕 我們沒有作假 大螢幕讓你看到的是 搖出來的球對不對 對 那他會掉出來 那我怕你看不清楚 我把鏡頭拉近對不對 這怎麼作假 全程直播啊 對不對 第二顆也搖出來了 10號了嘛 然後繼續搖下一顆對不對 第三顆 9號 從看到現在 你要告訴我 直播的影片 你怎麼作假 好 然後接下來 第四顆要搖出來了 跑跑跑 哎呀第四顆出來了 你看第四顆也要抓到24號 奇怪了 大螢幕的第四顆24號 沒有碰到9號那顆球 為什麼小螢幕的24號跟9號球 是碰在一起的 哈哈哈哈 被抓包了 就被抓包了嘛 我們上次節目當中有破解這種 真的有被作假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這很簡單嘛 所以你剛才說什麼領獎的人 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甚至 為什麼要講這個 不是發財制 是同一個人 可怕是臨演 臨時演員 對啊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作假的目的是什麼 基本上作假三個手法嘛 第一個就是影片作假 第二個 我這個彩券行 我超收啊 我超收 我現在講的中國的彩券 不是我們這邊 我超收啊 我就印了一堆 我都沒有爆出去的 我把這些錢 都就拿走了 第二個 真的有別人簽的 我們再重複賣 我們再重複賣 我在後台 我再把那個記錄把它改掉 反正你們也不會中嘛 我也不怕嘛 那萬一真的中了怎麼辦 我在採券那個地方 我在作假一次 你們中的人也是拿不到啊 就這樣搞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因為就被舉報嘛 民政部的部長 跟他的同夥 他們總共大概誤了多少 兩千億 這個民政部部長李立國 只有他樂透別人 我講出來大家嚇到 十一個情婦啊 十一個情婦啊 身體不錯啊 這身體要用 要把他請教 不是請教身體怎麼好 是說你怎麼可以 污這兩千億 大家可能誤解我的重點 十一個情婦啊 十二本護照 其實都還沒用到 其實被舉報被抓了 就被抓了 真的太誇張 甚至有人懷疑說 每次 每次上去領獎的 可能是他的情婦 很誇張 就被抓了 好 然後他有27個帳號 不同 而且各種貨幣都有 各種貨幣都有 就是這麼明目張膽 然後在各地 比如說北京 上海 天津 都還有房子 所以你看 如果我這樣講 你買彩票不會中 那就是正常的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中了 我覺得你要仔細去確認一下 那個號碼是不是真的 免得被舉報 整個狀況 就是這個環境 確實是很大的問題 好 還有 容易騙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在上海 是 然後他媽媽有 就是失智的問題 是 上海就有人賣他 一顆十萬塊錢的藥 神藥 說失智可以治好 對 你也敢買了 這個先跟各位說 中國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很糟糕的一個問題 教育因為沒有普及 所以他們有一種叫神藥文化 那這個神藥文化 就草天草地 什麼奇奇怪怪的都有 而且他們人民也很敢講 那最近除了剛才說的 那個神藥 這幾年一直在做 整個中國道路一直蔓延之外 最近有些事情被爆發出來 等一下我們來談騙載廣 但談論到騙載廣之前 你要去了解先前的一個心態 對中國人來說 中國人就是一窩蜂 草天草地 任何事情有稀少性 你想買你沒有 我就趁你病要你命 所以東蟲夏草 東阿阿嬌 茅台遍載廣 這個沿路都在草 我們先講從茅台先說 茅台各位先跟各位說 茅台它是規定就是說 一瓶酒出來是599塊 699塊 它分成瓶裝跟金裝 但各位你這個價格 你買不到 你通常要買 你排隊去買1999人民幣 那你如果急著要買了 2400 2500 2600隨便喊 所以就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疊價的文化 你有沒有排到價 有啊 但是你買不到 你正常排它有一個價格 你急著要 又有另外一個價格 但最近騙載廣 騙載廣這幾年真的是 中國的神藥 談到這個地方 談到都誇張了 現在談騙載廣 騙載廣是一種藥 騙載廣它到底是一種藥 還是一種保健藥品呢 因為中國現在一錘定音了 它不是藥 但現在談騙載廣 騙載廣從明朝開始呢 因為它就可以治療什麼 急性肝炎 眼言 耳言 基本上你只要 發炎的都可以癒 過去台灣人 還曾經談過 那種很誇張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爸爸猛爆性肝炎 他媽媽千辛萬苦的 去調到騙載廣之後回來吃 但是也住院了 當然他後面好了 也不知道是 到底是誰的一個功能 但騙載廣 它在中國最近一錘定音 他們說什麼呢 藥減沒過 各位聽好 藥減沒過 為什麼呢 目前中國他們的整個藥檢局 直接說了 目前的騙載廣 沒有任何治療肝臟的藥效 各位我們被騙500多年 我們真的被騙500多年 但騙載廣多誇張呢 騙載廣最早的時候 一顆幾十塊錢 然後到前幾年 它就有個定價 定價是130 先看各位說 一顆藥 中國的人民有6億人 一個月賺不到1000塊人民幣 它一顆藥130 這算是神藥級的 但是130呢各位你買不到 這個是網路的報價 網路的報價最低的從1000塊 最高的來到1900 然後1900啦 1700啦 1600啦 1500啦 1200的 到處都有 所以它變成一個什麼狀況 就剛才我跟各位談的那個 有沒有報價 有 但是你買不到 保證你買不到 你如果要買的 你要用疊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價格 進來買 那進來買之後 所以它號稱是治療肝炎的神藥 就對了 對 它就是 台灣人在說 賓仔紅 就是騙載廣 騙載廣當初在有名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有名的呢 1972年 中國跟日本建交 當時的日本首相 叫田中首相 田中首相愛喝兩杯 所以 中國就送他說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自保 送給他一盒騙載廣 那當然這個首相 後來有沒有吃我們不曉得 但是各位去想 兩國建交 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 居然是送騙載廣給他 就可以證明這個騙載廣 這個藥是很重要的 想不到我們被騙五百多年 然後他們現在的股市 股市有四個字 是中國現在最流行的 叫什麼你知道嗎 大變窮人 你本來相對變魔術一樣對不對 變一變變成窮人了 那現在整個所謂的茅台 茅台最近股價 就在這個禮拜開始補跌 也跌得非常非常多 想不到連中藥 中藥選哥哥說 中藥想不到連中藥都不行了 現在中藥東蟲下草 裡面藏鐵釘 加重量 東蟲下草中間藏鐵釘 然後騙著廣沒有藥效 茅台股價也崩 中國在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樣樣都崩 但是他們的國務院說 放心我們第三季很棒 3.9% 各位你相信哪一個 我認為很多人都會認為 他們的GDP有很高的水分 就一路騙到了國務院嘛對不對